极客的金砖电池 这期内容咱们就盘塌了 大家好 这里是假装硬核的电电家电 正式开启本期内容之前的 我首先说一下我自己花钱买的两台车 一台是中行的400伏平台 一台是宁德时代的800伏平台 如果某些人非得演绎 我在拉财某些品牌的话 你最好想一想 我有可能自己在打自己的脸 就是单纯的就是论事而已 那么极客的金砖电池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的 它其实就是磷酸铁锂配方的 高充电倍率短刀片电池 之所以称之为金砖电池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概念的包装 首先它外观比较像一个金砖 然后它在耐压等级特别高的 绝缘耐压膜上面采用了一个金色的配色 首先物理参数的确是特别高 另外采用这么一个金色 做一个产品的区分 特别选择金色 我觉得也是为了配合金砖的概念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磷酸铁锂配方这不很常见吗 短刀片现在像中航 新网达 风潮 易伟 以及广汽居然都在做 前段时间神型电池和麒麟电池 也是4C5C的倍率 那这个金砖电池是不是没有独到之处了呢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似乎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捅破天花板的 或者是惊艳亮相的东西 但是这三件事情凑在一起就不得了了 首先前两天 风潮是刚刚发布了自己的短刀片电池 充电倍率是2.2C 这是目前为止短刀片 在这个充电倍率上的一个表价 据说比亚迪的短刀片可能也是2.2C的 至于有没有更高倍率的版本 咱们只能等待后续一些技术资料的披露 那么之前神型电池和麒麟电池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4C5C的水平 有些媒体就这样发稿说 磷酸铁锂再加上短刀片这种比较大的结构 内组是比较大的 所以磷酸铁锂的刀片结构是做不了高倍率电池的 这种高倍率就是属于方壳电池和4680这类圆柱电池独特的优势 这次极客的金砖电池就是实大实的打了这种言论的脸 刀片电池同样可以干大倍率 而且在充电倍率上不输方壳电池和圆柱形电池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技术派用产品来说话的这种方式 另外就是说这次极客的金砖电池也算是极力 整个大电池板块的一个精华所在 那他选择短刀片这种结构 以及之前我说那么多电池厂都在选择短刀片这种结构 短刀片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行业的标准件 就像之前那种方克电池或者是4680 158650这类电池一样 这种结构的好处 我觉得之前比亚迪说的已经很清晰了 它是能量件结构件相结合的一种规格 它能非常好的加强电池包内的体积利用率 那这次金砖电池上也是把它的体积利用率 推到了80%以上 那这是提高电池包能量密度的一个必然的方向 在有限的电池包空间里面塞上更多的电芯 那么这期对于金砖电池的一些解析 也就到这了 但是我要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虽然现阶段磷酸铁锂电池能推到4.5C的充电倍率 在一些电气参数和物理参数上做得非常不错了 但是就我个人 只是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三元配方一点 因为它的这种能量密度更高 也就意味着同样的电量 它会更轻一点 我有很多的这种限制场景 对于车辆重量或者电池重量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在同样大容量的情况下 这种质量优势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至于某些人说的起火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这里 我是能承受的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好的产品 只有适不适合每个人的产品 那么这期内容就到这了 再见 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